我的感觉很奇怪的就是说 九二共识是在李前总统时代 由李前总统亲自拍板定案的 而且它的内容一中各表 这个一中是中华民国 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因为一中各表是符合宪法的 所以我们才在这个基础上跟两岸恢复协商 而最后证明了 这个九二共识是各自争议 共创双赢最好的办法 如果你不承认它 两岸关系会陷入不确定的状态 而我们在过去三年中所提出来的 不统不独不武 我任内不谈统一 不搞台独不用武力 这个已经变成台湾的主流民意了 所以我觉得蔡主席过去强烈的反应到ECFA 说她是糖衣毒药 说她会使400万人受害 说她是会使台湾的经济完蛋 可是现在她又说 我可以这个概括成熟 我们跟大陆签了16个协议 每一个都是公开的 最后像ECFA还经过立法院的通过 不是我们黑箱作业 我们的三部 不同不独不武 是真正能够代表台湾的主流民意 因为在我们任内不谈统一 在我们任内不搞台独 在我们任内不用武力 用这样的方式来形成的共识 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支持 来跟大陆在谈 我觉得立场是非常占得稳 而且最重要的内容很明确 一点都不含糊 不像什么何而不同 何而求同 到底什么意思 没人知道啦 我敢说不同不独不武 你敢不敢说同样的话 尤其是不独 没人知道 沒有人會說對不對 九號公司就沒有這個屬性 你如果要公共叫蔡英文主席 來上升這個九號公司 九號公司是什麼東西 就是一宗 一宗嘛 政治跟第一人 從老百姓說好笑 就說正經會 九號公司根本沒有 就說幾十遍 頭上就說到九號公司 但是那是中間說的 我們那時候沒有比較生人嘛對不對 除此他自己也說 那是他說的啦 沒有這個事情啦 沒有這個事情 做一個領導這樣 不可以撞到他就算 沒有的事情不可以說 不然你像騙老百姓 實在不需要 九號公司拿出來騙老百姓 就沒有這個事情了 媽政府也搞定了 他一直說 九號公司 九號公司 我看得貴嘛 所以很明顯呢 國民黨跟共產黨 就九號公司是存在的 我們的版本 就是一宗各表 他們是各表一宗 這兩個呢 意義是一樣的 提到兩岸關係 馬總統就會搬出六字真言 沒想到聯合報的這篇報導 只是因為 將順序顛倒了 馬總統看了 不但震怒還下令要求更正 不過風波已經落幕 出席華僑節慶祝活動 馬總統卻主動提了這件事 是在憲法的架構下 維持不獨 不同 不同不獨不武的 這個現狀 這下可尷尬了 才剛更正聯合報 馬總統卻自格 也把順序講顛倒 臉上三條線 是在憲法的架構下 維持不獨 不同 不同不獨不武的 發現說錯 馬總統換成更正自己 硬是再把順序調成 不同不獨不武 馬英九改變了國民黨 可是民進黨 卻改變了蔡英文 台灣卻逆風高飛 讓台灣再度的 能夠逆風高飛 讓我蓄積更大的勇氣跟能量 帶領台灣人民 逆風高飛